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国产一线品牌的春风即将参加2022年度的摩托三世界锦标赛 在这条云基世界顶尖车手的赛道即将迎来第一个中国品牌CFMOTO 此次参加MOTO GP 春风将在KTM母公司的帮助下 以联合德国普鲁斯特GP车队的方式参加2022赛季摩托三组别赛事 因为春风之前就与KTM合作这层关系 所以在技术上全由KTM协助 这也使春风成为KTM母公司旗下第四个参加摩托三赛事的品牌 另外三个分别是KTM 嘎斯嘎斯和胡斯瓦那 所以此次春风所使用的赛车由KTM提供 目前KTM也是制霸摩托三 除了由五支车队使用本田的NSF250RW赛车 剩下的十支车队全部使用KTM的RC250GP赛车 春风也是 是不是觉得有些遗憾 以目前春风的制造水平 生产专业赛车应该问题不大 关键是单独为赛事从头至尾弄一套设备及人马实在太烧钱 所以直接拿别人现成的赛车最为审视 玩得好就继续 玩不好就拜拜 目前普鲁斯特GP车队 亲签约了两位西班牙年轻小将 一位是进攻型选手43号的哈维·阿迪加斯 他曾在2020年摩托三青年锦票赛中获得亚军 另一位是擅长稳扎稳打 曾在红牛星球杯中获得冠军的99号车手卡洛斯塔泰 但这个车队在今年早些时候出了一条新闻 车队一名车手杰森·杜帕斯基尔 在意大利大奖赛的一次装车事故中不幸遇难 年仅19岁 据春风最近一次参加世界级大赛 还要说回到2016年的曼岛TT赛 当时650i厂车取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绩 著名车手盖里·约翰逊差一点就登上了领奖台 这也是曼岛TT唯一一支顺利玩赛的中国摩托车场队 此次春风进军摩托GP也是走向国际化的一步 众所周知 欧洲、日本一些著名车企在发展过程中都是伴随着各种赛事 比赛促进了摩托车制造业的发展 通过赛道这个平台 各大车企也能展示自家产品的优秀性能 此次春风参加Moto GP 很大程度也是想通过这项赛事 扩大CF Moto这个品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为日后的国外发展打下良好的声誉 然后再为大家讲解一下这项赛事 Moto GP目前分为四大组别 分别为顶级赛事的Moto GP 也就是大家最为熟悉的小飞侠和小马哥 曾经相爱相杀的地方 然后就是Moto 2 该组别的参赛车辆全部由凯旋提供动力 排量为765cc的三缸发动机 第三就是此次春风将要参加的Moto 3组别 该组别仅限使用刚径为81毫米的单缸250cc四重发动机 车手体重不得超过148公斤 最低年龄通常为16岁 不能超过28岁 对于首次参赛的新签约骑手不得超过25岁 最后一组就是Moto E 于2019年开始的这一组别 全部使用电动摩托车 三赛车辆统一由能源公司制造的纯电动赛车 以下这张表就是各组别赛事所规定的动力总成配置 春风此次参加Moto 3这项赛事 也是想积累经验 为日后自己独立的赛车研发 车队管理 以及维修团队的打造学习经验 不排除日后会使用国闪赛车来征战赛道 毕竟体现一家车厂的真正实力 还是必须要有一支亲手打造的车队 最后还是希望春风在Moto 3赛事上能取得好成绩 为国闪品牌走向国际开个好头 好了今天这期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